美國總統拜登上任已經快三個星期 他雖然一直沒有跟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通話 不過在跟盟邦領袖通話時 一定會討論到如何統一陣線 因應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作為 這似乎透露出未來美國在處理 美中關係時 不再是一對一的單打獨鬥 繼續我們要連線給華視特約 美國之音白宮記者黃耀毅 耀毅 美國總統拜登上任 已經超過兩個星期了 就還是沒有跟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通上電話 那麼在2月7號星期天播出的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專訪當中 這個主持人就問了拜登總統說 為什麼還沒有跟習近平通電話 拜登的回應就很簡單 就說我們還沒有機會通話 而且說他並沒有理由不打給習近平 不過接下來拜登就說 他說他在歐巴馬政府當中 擔任8年的副總統期間 有很多機會跟習近平接觸 他說甚至有人說 他是全世界領導人當中 跟習近平相處時間最多的人 接著拜登話風一轉就說 習近平骨子裡面沒有一點民主 那麼在2月8號的白宮新聞簡報會上 白宮發言人 Jen Psaki也被問到了相同的問題 並且還問說 現在還一直不打給習近平 是不是就是要對中國釋出什麼樣的訊息 那麼對此 Psaki表示說 拜登總統現在正在跟各國的領導人 在通話當中都會討論到中國的話題 那麼他說呢 白宮的策略是要先跟夥伴 還有盟友們緊密的磋商 過去一個星期以來已經跟日本首相 韓國總統 澳洲總理等人通過電話 而中國當然是他們交談當中的重要議題 拜登跟歐洲盟友打電話的時候 也有討論到中國 那麼說到這個跟各國盟友通話的時候呢 這個2月8號白宮又發出的聲明表示 拜登總統跟印度總理Modi也通了電話 那麼在發出的這個通話記錄當中說呢 兩國要來共同應對氣候變化 新冠疫情等等 此外還特別說兩國要繼續合作 來促進自由且開放的印太地區 包括支持航行自由 領土主權 以及透過四方安全對話 來建立更為堅強的區域架構 那我們知道呢 雖然通話記錄當中沒有特別提到中國 這兩個字 但是呢 每次中國的軍機或者是這個船艦呢 在南中國海或其他的領域出現 導致周遭鄰國的抗議的時候 美國方面的說法都是敦促 中國要尊重航行自由 並且呢一個保持一個自由 而且開放的印太地區 我們把現場交換給主播